综合台媒报道 据台空军23号发布的解放军军机动态称 一架运8反潜机 一架运8远干机 于当日上午进入台湾所谓西南防空识别区 根据台空军广播记录 解放军军机于23号8028分及9028分进入台湾所谓西南空域 高度6900米及4000米 台空军进行所谓广播驱离 据台媒统计 解放军军机本月累计进入台空域20天 今年累计进入120天 关于解放军海空军力战备巡航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空军大校曾明确表示 台湾及其护士岛屿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军队战备巡航完全正当合法 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战区部队有决心有能力 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坚决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